3月18日当学生冲入立法院占领异常 台湾的社会运动就此写下新页 而3月23日学生在攻入行政院 虽然最后遭受暴力镇压而溃散 但也标举了马英九在他最后几年的总统任期当中 将面对学生们更不拘行事的反马抗争 人在持续中的太阳花学运 不仅创下多项历史记录 展现新生代的公民力量 也造就了新生代学运领袖的崛起 这个事情不只是行政院也包含马总统 所以我们在这里共同跟江院长一起来共同邀请马总统出面面对文宝宝 这些官员我们一起来喊 我还一句大喊的距离 我们要跟他们断开所谓 断开所谓 断开无解 断开一切 断开一切 魏阳 林飞凡 陈维廷都是跨校组织 黑色岛国青年阵线的成员 他们参与社运的经验丰富 身上也因此都背着司法案件 陈维廷因曾向苗栗县长刘正宏丢鞋而一战成名 林飞凡在近年来的多项社运抗争中也是无意不语 而外增祖父母是杨奎 叶桃这两大台湾社运先驱的魏阳 这次更应在占领行政院中担任临时总指挥 被列了五条罪状 关了一晚上才无保释放 不过这场从阵地占领的突击战 变成持久消耗战的学运 其实在学生内部一直隐含着路线之争 和平理性的诉求 被部分学生认为像是办园游会 而希望能走更激进的路线 像在历史所讲的 要立法的话 请各位一定要先回答一个问题 那就是 退回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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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晚激进派就已在脸书预告 接下来会有激烈行动 而在隔天的占领行政院行动中 由于还有更多来路复杂的社会人士加入 使得当晚的行动更加难以控制 不过 由于学生在3月23日之后 在立法院重整旗鼓 吸纳了遭到镇压的反弹力量 回到原本的抗争中 不但让人见识到新生代学运快速反映的风貌 也让太阳花学运有继续撰写历史篇章的可能 引述的电影 枪 引述的电影 里面发生了 双方的迷人 一小玛 随碼